台东地区30号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州新女子开车 沿着台11线省到南往北要往花莲 行进事故地点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路况 和行人林姓老翁 西向东横越马路发生碰胀 导致前挡风玻璃破损 而行人头部受伤 老翁伤势严重 送医之后还是宣告不知 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在警方调查理清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小客车左前车头凹陷 前挡风玻璃受损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道非常大 台东长青交战前 今天凌晨5点18分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州新女驾驶开车 沿台11线省到南向北要往花莲行驶 行进事故地点时因为注意前方路况 与行人巴巡林姓老翁 西向东横越马路发生碰撞 导致自小客车左前车头 前挡风玻璃受损 行人头部受伤 而因老翁伤势严重 救护人员到场查看时 林姓老翁头部重创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与台11线81.1公里处 北上车道发生自小客车碰撞行人事故 经查为周姓女驾驶 由台11线省道南向北往花莲方向行驶 行进事故地点 会注意前方状况 与行人 林姓老翁 西向东穿越马路时 发生碰撞 女驾驶 经九车时为零 详细事故发生原因 分局证调查理清中 现场虽然是一心被复苏及救病例 及送往医疗院所抢救后 人逊告不治 而现场周姓女驾驶没有受伤 经过九车后 为零详细事故原因 分局证调查理清当中 这盘队长冰箱报道